请问有讲师后学有至少三次正在看朋友说话 当时并没有在做万元放下一面不声或很远中 突然有几秒钟广乎状况发生 可以听到朋友说话声音 可是觉得好像隔了一层 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不仿佛时不太一样 感觉后学和朋友在两个不同世界 后学觉得自己像透明的气球要漂浮 膝盖以下不属于后学的 两只脚就像两根木头立在地上 很担心生理不知的 心想是不是平显 可是抽些检查没有理解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美国道新的这个很有意思 他不研究这个为什么会转世当老虎 还要研究说老虎为什么一直在吃肉 我们在凡尘只要说 都是要坑人要吃人的 那个会转世去当老虎 所以我们在凡尘就会遇到有这种现象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吃人坑人 那个他只一身的身体不见了 寿命到了 那转世了以后 到处身到去就会转世成老虎 那刚才讲这个现象 就是在跟朋友这个讲话之中 会有那种恍惚的那个状态产生 那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只要做功夫 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说 正在做那个功夫 可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面 他自己本身已经在做 他会有那种那个呈现一些功效 所以我们就是要 或许说鼓励各位前嫌 在我们发清口验 那个烧表文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注重 所以那个都已经进入 我们那个潜意识 那进入潜意识以后 做梦连我们睡觉做梦 都会说不行 我已经清口了 不能出分的 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 那个就是我们很努力的 把那个重点 就是我已经清口的 那个看得很重 就是重视它 那我们假如说在修持一样 对脸腕脸放下一念不深 也非常重视 它一样进入潜意识 进入到潜意识以后 我们并没有在想再做 可是它自然 它在潜意识里面 自然会有动作 会有那一些 那个功效呈现 所以那种那个仿佛的状态 我们就是了解到 仿佛状态 就是不进入两边 所以或许多时常讲 我们会打瞌睡 打瞌睡不可能做梦 打瞌睡不可能情心动念 所以那个叫朦胧状态 朦胧状态 就是我们没有固执两边 就是没有想对 没有想抽 没有都没有 那一种是最复合中道 所以在那一种最复合中道的时候 呈现 有呈现一些 我们不是想象可以知道的一些前显 那个是使于我们羞耻的功夫 羞耻里面它呈现 那我们要知道说 有时候我们不要去 虽然有功效呈现 可是也不要注相 因为注相以后 我们会被相妨碍 要再进步就不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放下 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就是一样 要重视那个心理 因为心理的状态 会影响到生理 所以或许才有讲 那个希特勒 抓那个战俘 那个骑行 歌有没有听进去 他被冰刀一割以后 冰没有流血 可是他也死掉了 为什么会死掉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的生机 已经没有 他一直告诉自己 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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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真的就死掉了 所以那个心理影响到生理 像那个流氓 美国小镇那个流氓 他也一样 那个心理 你一直 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身体 不受他这个影响 有一点点 这个小毛病 你就非常 看得非常大 被心理的影响 一样他也死掉了 所以心理重要 那我们就是要健全 我们的心理 那心理要怎么健全 就是对真理 透彻认识 认识真理 那所有身体呈现的现象 我们不要太在意 我们太在意的话 一方面妨碍我们进步 一方面 我们有时候会引起 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因为我们住在相了以后 假如说有一些 有名鬼坟 他想 在这个时候 想利用他 想借着他 来传达一些信息 那我们假如说 被他缠绕 那糟糕了 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状况 那个状况一来了 都不清楚了 所以要对自己 要笃定 笃定的时候 就是你的神守舍 你的精神都守住 你这个不生不昧的 这个佛性本体 你都守住了 那个 幽冥鬼魂是没办法的 他没有办法侵入到你的 那个身边来围绕你 没有办法残绕你 所以我们在修持方面 就是要知道 一些我们要重视的 让他进入潜意识 一些我们要看清的 不要注相的 我们要去掉